大家现在可以看到吗 现在是天黑的状态 现在是早上五点半 嗯 约了一个钓友 今天去菲利福岛 那个玩浮游鸡钓 好久没有玩浮游鸡钓了 差不多应该有 两年多三年了 我没有玩这个 今天重温一下 嗯 好了 等到了地方再给大家看一下 是什么样的钓场吧 走喽 难得我还是使用浮游鸡钓 应该到了这个岸边的钓点了 跟着一帮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钓场 好我现在开始煮钓 准备大家都玩 都玩浮游鸡钓 我先用路牙找一下鱼看看 我今天带的这个路牙感比较长 九尺 两米 两米七 我到 你是今天用七钓还是用那个 我先用路牙玩一下 我先学习学习你怎么路 我等会我好久没玩机钓了 这个跟你们学习学习 别客气别客气 诶 钓鱼呢 哇 轻衣一条 厉害哦 老师傅就是老师傅 一般这边是你们是钓什么鱼呢 这边就是钓鱼采衣啊 哦 这是钓鱼采衣 其实也可以试一试啊 也可以试一试那个斑马 因为他们钓到那个 上次来的时候 他们钓到那个臭度了 有臭度一般就有斑马 我就先用这个软虫 试一下一个虾 一般就是在脚边啊 先甩出去试一下 再来 管它呢 富贵险中球是不是 圆一点 诶 咬了 诶 感觉被咬了 刚刚 这个地方好像是有一条 刚才咬一口啊 再来 走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哎哟 呜 退一点 再后一点 哇 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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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来了来了 啊 湿深了 哇 还有一个来了 赶紧跑了 哎呀 断掉了 刚才挂底 你看 把别针都拉开了 挂底损失一个 软虫 有几个小的咬口啊 但是鱼道很小 都没有到沟 刚才那个浪打过来也是很刺激 看我的裤子 大家还是要注意安全啊 修整完毕 再出发 卧外软虫呢 玩一下什么亮片之类的 好 还是一路搜索过来吧 好 还是一路搜索过来吧 好 还是一路搜索过来吧 哇 哇 哇 海水好咸啊 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 被一个浪打成什么样子 这太刺激了 我已经把咸 换地方到说咸 还是要自己掉过来 你没来过这里吗 没来过 哦 哦 全身湿透 嗯 现在收一收换点 我们准备 换点换点 一个新的调点给大家看一下 沙滩上的悬崖 哇 太刺激了 十米高的这个悬崖 看一下能不能掉到点什么 好 我现在绑了一组 不要激掉的 我也老板激掉了 这有被咬的样子 哎呀 中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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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 哎 啊 哦 哇 什么呀 嗯 不错 太糊了 哇 好活跃啊 基调的第一条 基调彩衣跟这个路牙彩衣的感觉完全不同 因为这个基调杆很软 感觉好重啊 好 也好顺激 继续啊 哎 有咬有咬啊 哎 中了中了中了 哦 第二条 你又中鱼了 哇 这个苍鱼大 这条肯定够了 这条肯定够了 这条肯定很大了 哎 还冲这个 这个应该是苍鱼了 对 因为它会冲 它不是那种 哎 不是啊 还是苍鱼啊 就是我们两个钓的就完全不一样啊 就是我们两个钓的就完全不一样啊 不钓的肯定够了 哈哈哈哈 这个的原因呢 我换你的来试一下 嗯 换一个来试 换肌肉 换肌肉 给它换换口味 你这个是腌过的吗 哦 密制肌肉啊 哦 哦 哇 还出现呢 哎 终于钓了一条苍鱼 可以一下 快点成沟了 救了 我钓的全是轻衣才衣 旁边这个鹿哥 他钓的就是有很多的苍鱼 我们两个钓的完全是不同的鱼种 不一样 不一样 又是一条苍鱼是吧 我发现你钓的全是苍鱼啊 对 对啊 我就钓点彩衣 也钓了有十几条 应该有数 差不多 收一收就准备回家了 差不多了 已经 再说 我给你收到 我给你带达 你带达 你带达 你带达